以前我爸本來就有越野車 那他有一段時間因為家裡家庭 被迫賣掉自己的越野車 所以我覺得我爸很偉大 那我現在有能力的話 我當然希望圓他這個夢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有叛逆死 叛逆的時期 然後會有一段時間其實 不太喜歡跟爸媽溝通 爸爸媽媽說什麼都覺得好像 都很牢叨 都在念我這樣子 那時候在他的公司打工 然後有一次就是他搬很重的東西 想要放在一個支架上面 然後我那個支架我沒有給他架好 結果東西就打翻了 因為我爸個性是比較重 比較急 他就喊了一聲 為什麼你那麼笨 笨蛋這樣子那種感覺 其實傷到我 我覺得當時候其實是有傷到我的心 有一段時間不跟他講話 然後開始慢慢看到我爸的轉變 就是態度的轉變 比較軟一些 然後也嘗試主動開口跟我聊天 對 然後才其實慢慢去了解 我爸可能當時候 比較擔心的是我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我在國中的時候逃學嘛 對啊 那時候逃學 然後被爸媽發現的時候 其實是被我爸毒打一頓 我當初 當初逃學純粹只是好玩 以前那時候網吧流行 大家都會去玩那個 Online Game 線上遊戲 可是其實我根本沒有在玩 線上遊戲 然後媽媽那個時候其實不太 不太接受這個事情 她是覺得你是不是被朋友給帶壞 對 然後我爸當然也是 就是說你怎麼那麼壞 到底為什麼要逃學 這樣 在這個事情之後 其實我就開始想說 喔 我好像讓我爸媽 失望 對 失望 有點讓他們難過 對 那自己慢慢開始也改變 所以就變得不太一樣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因為 越野車跟我爸的關係也越來越好 有一個共同話題去聊 我小的時候是我爸很喜歡帶我去玩越野車 公園 野餐 散步 跑步 還有去放風箏這種 都是比較戶外的一些運動 登山什麼的 以前我爸本來就有越野車 後來是因為家裡要做生意啊 然後維持家裡的生活 被迫賣掉自己的越野車 然後沒有去玩他的這個興趣 他的愛好 當爸以後你會有一種責任感 那你這個責任感 你可能就是要捨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我爸很偉大 那我現在有能力的話 我當然希望他這個夢 有一天就突然看到 我跟我爸以前去越野的一些影片 那時候的時光蠻好玩的 然後也聊了蠻多的 然後為什麼不 我去買一台越野車給我爸 那說不定會有更多的話題 我本來就先有一台 後來我就發現 我爸好像也蠻喜歡開我的越野車 我想說好像也可以買一台給我爸 然後我們兩父子一起去越野 是蠻酷的事情 我跟我爸的關係慢慢的 我覺得從可能小的時候叛逆 然後會有一種厭倦爸媽去管我 然後到我可能當藝人 在國外工作 慢慢的我覺得有去修復到這個父子情 每個小孩都看著爸媽的這個背影長大的 對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個榜樣 因為我爸他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愛 當然到我這一代我自己會覺得說 我要更懂得去說出來 因為不然他們可能感受不到 我在結婚過大禮的那一天 我又親我爸的臉頰 那個是我這麼久以來第一次親我爸的臉頰 因為那天真的好開心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當時候不去做的話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再親我爸的臉頰 那你當初剛入行就是也是有經過一陣子 畢竟就是不要算低潮期啦 嗯 的時候那爸媽有對你 這樣子對你那時候的態度是什麼 那時候我記得我因為合約的風波關係 我在家裡 我很討厭很不喜歡媽媽問我一句話 就是你今天沒有工作 我那時候問這一句話的時候 其實哇我心好痠喔 但因為我都回我媽媽說 有啊有有有有工作啊 然後我出門其實是去攀岩館 我就是去去躲在一個地方就對了 好像差不多過了快有大半年了 對啊 那後來合約的部分解決了 everything is gone better 好 越來越好 其實那時候我合約的這個問題是 過了以後新聞才出來 那他們現在反而會是鼓勵我說 沒關係啊那個好好的去享受 好好的去做好自己的分分 那就好 我的公司人都知道啊 我把家人都排在前面 對排在第一啊 對啊 我回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再忙我都會跟他們說 我有一天要跟家人約吃晚餐 他們就會空出那個時間出來 以往看到很多孝順的孩子 都會陪在父母身邊 然後照顧父母等等的 那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常常不在馬來西亞 都會非各地去工作 那我覺得有時候吃到一個好吃的 我就會第一個時候想到他們 然後想到要帶他們來這樣子 對 這是一種陪伴 也是一種陪伴 可能自己在工作的時候 宣傳 跑宣傳吃到一道很好吃的食物 我去把它寄下來 然後就是這個餐廳 一定要帶我爸媽來吃 明年過年的時候 想要帶爸媽過來玩 想說讓他們來感受一下 在這邊可能工作的一個環境 我想要帶他吃很像很接近馬來西亞 那個印度煎餅 蔥油餅 特別要去吃那個三星蔥抓餅 我覺得那個蔥香味是 馬來西亞那找不到的 這一道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哲耀 第三屆汪汪孝青獎又開始了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自己的詞曲創作 還有短影音 來表達自己對父母的愛 歡迎大家有個參與 歡迎大家收看